HELLO 大家好,我是喜聪,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的政府对于这个钱币兑换商有做出了一个新的措施 之前我所知道的是呢,如果你是换钱换超过一个数目的话,就必须要给IC要登记 但是如果你小过那个数目就不需要,而现在政府呢,他修改的这个条例就是呢 好像是无论你换多少钱啊,都要登记,都要给IC 就是因为这个措施改了过后呢,就造成了一个很不良的后遗症 就是呢,如今天这个新闻所说,很多新马两地的人呢 本来是有很大的需求要换这个新闻马币的 但是呢,本来他们一路来是在马来西亚换的 但是就因为马来西亚有了这个新条例过后呢 他们呢,就不想被登记,不想IC被超过去 所以呢,他们宁愿呢,在新加坡就换掉它 所以呢,这笔生意呢,本来是给马来西亚的钱币兑换商赚的 就因为政府给了这个条例过后呢,然后呢,这笔生意呢 人们宁愿过去对面给新加坡的这个钱币兑换商赚 然后,根据他们的估计呢,大概会损失20%的生意 20%呢,对一个生意人来说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你想一下,如果说你每天本来是赚一百块的 你突然间变成只赚八十块 是很严重一下的事情了 然而,更加严重的是,大家要想一下 这件事情呢,导致它的因素呢 只是政府这样换了随便一个条例 就导致了这些商家要损失20%的生意额 我觉得是非常不值得的啦,老实说啦 也不是说,你换了这个条例过后呢 就可以把国家变到极好极好这样啊 不见得,这个等下我慢慢讲 但是呢,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啊 就是这些钱币兑换商呢 它已经少掉20%的生意了 少赚20%的钱 而且还白白给新加坡人赚去啊 你讲冤枉不冤枉啊 OK,你要知道啊 这些钱币兑换商啊 他们生意做到大的吗 他们赚到多的钱 他们就给多一点的税 给多一点的税 你政府也是收费的嘛,是不是 你现在,你改了这个条例 我不见得你有什么好处啦 但是呢 你先扼杀掉这些 马来西亚钱币兑换商 20%的生意了 我是觉得超级的 不应该 不值得 OK,然后呢 新加坡那边的钱币兑换商 就在那边拍手 欢迎欢迎 新加坡政府也是欢迎欢迎 我的钱币兑换商 100%多赚20%的生意 啊 何必呢?何苦呢?是不是? 啊 OK,好 我下来说了 现在政府改这个条例啊 到底好处在哪里 啊 OK,我知道 政府可能会告诉你 啊 这个是为了要杜绝洗钱 啊 就是呢 有很多来历不明的钱啊 啊 啊 可能是 捞片赚的钱啊 啊 可能是跑税的钱啊 啊 啊 然后呢 他们呢 就拿去这个钱币兑换商这边啊 啊 就啊 换成外币 啊 然后那个外币要做什么用途 不知道 可能出国旅行啊 啊 怎样都好了 啊 OK 政府就是为了杜绝这些洗钱的行为 就是为了要追踪这些钱的来源 所以呢 就必须要等级啊 OK 但是啊 我很好奇一个点就是了 OK 这些钱啊 无论你是从马币换成外币 还是从外币换成马币都好了 只要你还在马来西亚啦 这笔钱啊 他都是跑不掉的 因为我想起了 当初呢 509过后 国阵倒台了 然后呢 大家都知道 反弹区呢 拉了大队上去 这个 纳吉的屋子抄家嘛 啊 那时候从他的保险箱里面啊 抄出来啊 上亿的那些 啊 货币啊 还有一大堆金银猪宝之类的 啊 然后 我很记得 他那个 保险箱里面的钱啊 用了 什么 十多架 那个算钞机啊 才算完的 然后里面也有大量的外币 啊 so 那一个画面我非常的记得 就是呢 只要你钱还在马来西亚啦 你被找到的时候啊 所以那个钱 不管是马币还是外币啊 都一样 照算的 好不好 所以呢 就不存在你马币换外币 就没有事情了啊 所以 如果你洗钱 中抓的话 啊 那个钱被找到的话 我不管你是马币外币 都是一样要中抓了 好不好 都是要照算的啊 所以我就不明白了 这样 那些不法分子 把马币换成外币 到最后给你找到了 马币跟外币一起找到了 然后 有问题咩 没有问题啊 外币也是照算的嘛 所以我就很奇怪咯 啊 何必多此一举呢 啊 ok 然后第二 也许你说 人家换了坏币呢 就会啊 拿出国 拿出国玩啊 或者是拿出国买屋子啊 ok 这里呢 我就要 呃 唤醒大家 一个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就是 大家还记得以前呢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雪兰儿的州大臣 一个很帅的 他那时候呢 是 呃 巫统的副主席 而且还是苏丹的女婿 ok 后来闹反了啦 然后 他为什么会丢官 就是因为有一次 他带了 一个公司包里面 所有的 现款 大量的现款 几百万还是几千万这样啦 过去 澳洲 然后就在澳洲的飞机场 被拦截了 就问他 为什么你要带这么多现钱进来澳洲 这些钱从哪里来 他就因为那件事情而丢官 ok so 这个 案例呢 就告诉我们的 你如果带大量的现金 不管是什么国家的货币都好 去到那一个国家的话呢 那个国家会拦截你 啊 我只是不确定啊 你出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马来西亚海关那方面 会不会拦截你 但是如果你是到达那个国家的海关的时候 那个国家的海关会拦截你 ok so 我要给大家知道就是 这些国家的海关都会拦截这些大量陷阱的 所以就不存在 你把这些钱换成外币了 过后然后流去国外 因为有两个海关在等着你 除非啊 啊 你从某一个没有人的海边 自己坐船 投渡去其他地方 那我不敢讲啦 但是如果你要通过正常的国门 啊 从我们国家的机场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机场的话 我觉得是跑不去了啦 ok 所以 我都已经说了 这个钱你在国内的话 被找到了过后 不管是马币还是外币 照样算了 啊 然后这笔钱呢 你也不可能呢 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带去外国 所以 我想问一下了 政府 去登记这笔钱的用意 是什么 好处是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好像 没有什么用处啊 对于抓洗钱这回事来说 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啊 啊 ok 最多是 你政府就是好像广东话讲 大国积极咯 就是 我知道罢了咯 但是 对于真正的打击洗钱 好像没有什么很实际的作用啦 啊 但是 后遗争来了 就是 本地的钱币兑换商 28%生意没有了 送去给新加坡了 何必呢 是不是 所以呢 在这里了啊 我是想建议一下政府了啊 无论是什么政策都好了 啊 不是单单针对这个罢了 什么政策都好 如果 马来西亚政府 执行了这个政策过后呢 它会导致一个直接的原因 就是呢 本地人呢 会 会 把这些钱呢 这些生意呢 带给个币座 就是因为你政府刚刚就叫 我不要给马来西亚人做生意啊 我给新加坡人做生意 如果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的话呢 我觉得政府呢 所有的高官呢 都必须要开一个会讨论一下 哎 我们要怎样把这些人拿回来 首先就是把那些废废的条例给废掉 啊 然后呢 确保这些钱 马来西亚人赚 赚完他那种 啊 我觉得政府是很需要做这件事情了 啊 尤其是一些条例 不见得有什么好处的 啊 就废掉他咯 啊 最重要是马来西亚人要赚钱 啊 钱要进来马来西亚 这才是最重要的 更莫说 你现在要把钱流出去 啊 ok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这样 啊 政府呢 去研究一下 是否制定了什么 那么 条例过后 导致啊 大量的这个生意呢 流过去新加坡 啊 然后呢 要及时的亡羊补牢 啊 这些条例如果不是很必要的 它废掉它 然后呢 把这些生意给拉回来 啊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